启示录第十八章 此后,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师从天降下,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 他大声喊着说, 阿弥伦大城倾倒了,倾倒了,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,并各样污秽可增至雀鸟的巢穴,因为列国都被他协赢大陆的酒倾倒了。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,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罚了财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, 我的民啊,你们要从那城出来,免得与他一同有罪,受他所受的栽养。 因他的罪恶滔天,他的不义,神已经想起来了。 他怎样待人,也要怎样待他,按他所行的加倍地报应他,用他调酒的杯,加倍地调给他喝。 他怎样荣耀自己,怎样奢华,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,因他心里说, 我做了皇后的位,并不是寡妇,绝不至于悲哀。 所以在一天之内,他的灾阳要一起来到,就是死亡,悲哀,饥荒。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,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 地上的君王,速来与他行影,一同奢华地,看见烧他的烟,就必为他哭泣哀嚎。 因怕他的痛苦,就远远地站着,说, 埃塞,埃塞,巴比伦大城,坚固的城啊,一时之间,你的刑罚就来到了。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,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 这货物就是金,银,宝石,珍珠,细麻布,紫色料,绸子,珠红色料,各样香木,各样象牙的器皿,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,和铜,铁,和白玉的器皿,并肉桂,豆蔻,香料,香膏,乳香,酒,油,细面,麦子,牛,羊,车,马,和奴仆,人口。 巴比伦啊,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,你一切的真凶美味和华美的物件,也从你中间毁灭,绝不能再见了。 伴买这些货物,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,因怕他的痛苦,就远远地站着,哭泣悲哀,说 哀哀哀哀哀,这大城啊,素肠穿着细麻,紫色,珠红色的衣服,又用金子,宝石和珍珠为装饰,一时之间,这么大的富后就归于无有了。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,并众水手,连所有靠海为业的,都远远地站着,看见烧他的烟,就喊着说 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啊? 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,哭泣悲哀,喊着说 哀哀哀哀哀,这大城啊,凡有船在海中的,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族,他在一时之间,就成了荒肠 天哪,众圣徒,众使徒,众先知啊,你们都要因他欢喜,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,伸了你们的冤。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,举起一块石头,好像大漠石,扔在海里,说 巴比伦大城,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,绝不能再见了 弹琴,坐乐,吹笛,吹号的声音,在你中间,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首艺人,在你中间,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,在你中间,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,绝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,在你中间,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上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,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,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请订阅,绝不能再听见